刚到家三天的保姆 竟突然拐走了他三个月大的孩子 回来我邻居就跟我说 就说你保姆带着孩子出去了 至亲失散三十多年终于有机会相见 可他们却双双举止怪异 如果我懵就在那儿能停了没有四五秒钟 然后突然说哎呀我不找了 他爹反而表现得很平静很平静的 就是令我感到有点诧异 喜悦生疏三十多年后的重逢 究竟会为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改变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被保姆带走孩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五股营养好周到 本节目由引入好周到特约播出 对于很多双志工夫妇来讲 当孩子比较小 自个又忙于工作 无法照顾的时候 请个保姆 就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 可是对于家住 从庆市渔中区的中金城和染疫夫妇来讲 请保姆却成了他们人生当中最后悔的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88年的1月13号 这个时候的中金城和染疫夫妇的孩子 只有三个月的 因为丈夫中金城长期出差 妻子染疫再过两天也得恢复上班了 于是谁来照顾孩子就成了个难题 因为我是15号上班 所以我妈就13号到我们这个地方的 一个劳务市场请保姆 就请一个回来带孩子 为了帮助女儿一家带孩子 染疫的母亲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劳务市场 不多时她就跟一个三四十岁 名叫陈素珍的保姆谈好了价格 直接把她带回到了女儿的家中 这个保姆来的时候她没有身份证 保姆刚来的第三天 这天上午八点多 染疫呢得去上班了 也就离开了一个多小时吧 她这就赶回来了 一方面心里都是有点不放心 另外一方面嘛 也准备给孩子喂奶 可是到家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 邻居说保姆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可是他们找遍了周边 都没有发现保姆和孩子的身影 染疫想起了保姆来到家中之后的 一些奇怪的行文举止 就越发地不安了 感觉她就是好像和外边有联系 经常就说有时间就跑到那个仓库外边去顶 去看 就是看外边有没有人啊这些 难道孩子真是给保姆偷走了 染疫急匆匆地就赶到了公安局报了案 可是报案也得提供点线索 于是呢 染疫就想起了那张保姆出事过的带公章的介绍信 这不查还好 警方一查呀 却发现出大问题了 这公章是假的 那介绍信呢 竟然是伪造的 显然这名保姆呢 是有备而来了 这下呢 染疫就真慌了 他和丈夫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寻找孩子 他们在重庆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寻人启事 须以重金悬赏 他们努力地回想保姆的这个身份特征 四处寻找 可是结果呢 依旧是一次次的失望 巨大的打击 让失去孩子的染疫身心俱疲 几近崩溃 死都不知道死了几回了 真的哎呀 挺痛苦 每天就看着他那个照片 因为那个照片也比较模糊 不太清楚 我的脑子始终就停留在那个三个月那么大的时候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找到孩子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 更加痛苦的是染疫的母亲 在失去外孙的日子里 她每天都在愧疚和悔恨当中度过 可直到去世 她都没能够把外孙给盼回来 因为人贩子是我妈去找的嘛 找回来以后她一直很自责 虽然嘴边不说 但是她心里边我知道 就是说她走的时候也是这样 时间一晃就过去三十多年了 那个被保姆带走的大儿子 就走是这夫妇俩心中的一块心病 到底她被带到哪儿去了呢 染疫夫妇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头 有个三十多岁的青年 也在苦苦寻找着自个儿的亲生父母 这就是那名青年 他叫钟志毅 据她说呢 直到二零一零年 她才知道自个儿不是父母亲生的 而告诉自个儿这个事儿呢 是她的姑姑 你妈是在别人家当保姆 把你抱回来的 怎么跟染疫大儿子的失踪经历 一模一样呢 但是钟志毅并不相信姑姑的说法 因为回顾自个儿的成长经历 她感觉不到任何的异样 钟志毅回忆 自个儿的童年是在河南安阳的城里头 渡过的 养父母也对自个儿特别的好 如果说对我收有点不好 我就有点想法了 因为他就拿我就是 我感觉最后感觉就是亲生的 但是六岁那一年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钟志毅的第一个养父 就一命去世了 养母的时候带着她回到了农村 死后呢钟志毅又有了第二个养父 还多了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 钟志毅很早就辍学外出打工了 去河南安阳 在那个饭店里夜市 夜市上面就是刷碗 擦桌子干这种活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工资 好像只管吃 我记得是没有工资 然后确实不行了 然后我 给我养母过去接的我 把我接回来了 几年之后 钟志毅的第二个养父 也因病离世了 自此呢 他就开始四处漂泊打工 直到2010年 养母也去世了 姑姑这才开口说起了他的身世 他就说我不是亲生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些年来 虽然说生活比较坎坷 可是养父母对自己的爱 那是毋庸置疑的 可姑姑郑重其事的态度 又让他不得不信 可人海茫茫 他的亲生父母又会在哪呢 就这样 钟志毅在困惑之中 又过去了11年 2021年转机出现了 那一年公安部组织 全国的公安机关 开展团圆行动 查找被拐失踪儿童 而钟志毅得知消遇之后 也把自个儿的信息和血样 陆入了相关的数据库 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 正是这一举动 竟然让他寻亲的愿望得以实现 也让他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 于这个1998年 这个重庆 重庆渔中驱警放入入的 钟某夫妇的宣二 能够比对上去 乍一听说 自个儿失散多年的父母 被找着了 应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喜悦 激动 心酸 可是当2021年4月29号 当警察告诉 钟志毅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就在那儿能停了 那有四五秒钟 然后突然说 哎呀我不找了我不找了 那个找什么 找不过这么多年了 当时说话 反正也是吞吞吐吐吐的 随后呢 警察又联系上了 阮毅钟晶成夫妇 可得知孩子被找到 钟金城的第一反应 也让警察感到很迷惑 我在电话上 我说 你儿子找到了 你赶快过来吧 他爹反而表现得很平静 平静的就是 令我感到有点诧异 一个突然不愿意找了 一个嘛 又平静的令人诧异 警察帮人寻找过那么多死亲 就是这俩人的反应 最为蹊跷 可是DNA是双方主动 录录的 这都对上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呢 这相隔了三十多年后的相见 对于这对父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给他们未来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无故营严好周到 一路好周到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失散三十多年 钟金城染疫夫妇 跟大儿子钟智义的DNA 终于在警方的团圆行动当中 比对上了 可得知了这样的好消息 钟智义和钟金城呢 却一个突然陷入了犹豫 一个平静的令人诧异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先来说钟智义吧 他在担心什么呀 事实上 得知亲生父母的消息 他的第一个反应 竟然是委屈 想着你为什么 当时是为什么 你能把我把我丢了 扔了啊 这种 好在警察看出了他的想法 他们立刻告诉他 他当年不是被遗弃的 而是被偷走的 这么些年来 他的父母一直在苦苦的找他 解开了钟智义的情绪 警方又马不停蹄地 找到了身为父亲的钟金城 他已经苦苦找寻了孩子 三十多年 怎么会突然就不在意了呢 从天堂坠入地狱 是什么感觉 没有人比这对夫妇 体会更深了 数十次的期待 导致了数十次的失望 这样他们不敢再对 找到儿子这个事抱有幻想 但是在警方的一再保证之下 他们终于半信半疑地相信了 这一次的确是真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警方提取了染疫夫妇的血样 再次进行了比对 最终确定了 那个陈某就是88年 重庆渔中区警方 入入的钟某夫妇丢失了孩子 到6号又跟我打电话 就特别肯定啊 哎呀 你就过来吧 肯定是你啊 直到这一刻 钟金城的泪水 才真的配有二出 为了这次重逢 他们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 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三十多年来 儿子是在怎样的环境下 长大的 当年拐走儿子的那个保姆 究竟下落何方 他和儿子的养母之间有关系吗 2021年5月11号 钟金城和染疫夫妇来到威海 按照警方的安排 他们将在第二天与儿子见面 有点心生不定 但他身体也不太舒服那天 心生不定 他看着我 哎呀 老钟啊 他说我给你看看你小孩子的照片吧 省得你明天见面的时候 得有点思想准备 怎么样 照片里的钟志逸 与年轻时候的钟金城很是相像 而染疫夫妇呢 也更加确定 这就是他们的儿子 结完那个照片 就拿给我一看 就这一瞬间 我就特别有感觉那种 跟前面几次见的那些 真的就感觉就不一样 与此同时 即将见到亲生父母的钟志逸 也是夜夜不能寐 各种情绪有上心头 天天玩的就是瞎想乱想 就是想的就是父母长什么样了 这是到底还是像还是不像 这是第一观点 就是看着像还是不像 就像父母现在在干什么 多大年龄了这些 好 陈亮 好 陈亮 今天呢 明明天的天生的 风格和心的歌 我们一担当咱们吧 终于在5月12号的上午 分离了30多年的亲人们 终于见着 宣战 宣战 我看到人家 我看到人家 当时看得及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头脑发炸那种 measurable 真的像做梦了 那种 好像那种 很虚幻的那种 是真的吗 是不是他呀 我看到他以后 我完全两个腿 一点力没有 站都站不住 真的 三十多年了 要说的话 真的是奇迹我感觉 反正我们在努力地找 至于 就是说找 能不能找到 要说的话 这个真的是很渺茫 我们一家人找得你好苦啊 从逢的喜悦 和三十多年的心酸 都汇聚在了泪水之中 一家人尽情地拥抱着 喜悸而泣 你去欠面 脑子里边反正就是空白 反正就止不住地流泪 那种感觉 你要说那个感觉 我真说不出来 因为当时那个心情 肯定是真实的了 就说他肯定是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总算是团人了 三十多年 他在外边受那么多苦 也能想象到 有些东西也不能 也想象不到 就说他受的那些苦 过去再苦 也都过去了 如何走好未来的路才是 更加要紧 中志义的选择呢 让冉毅夫妇十分的惊喜 他愿意跟着父母 回到重庆生活 从续亲情 要在父母身边 这个感觉特别重要 这个感觉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就是有家的温暖 父爱和母爱 这种感觉 但是回去之前呢 他们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寻找当年 中志义被拐的真相 还记得中志义的姑姑说过 她是养母在做保姆的时候 带回来的吗 那么中志义的养母 究竟是不是当年拐走 她的那位保姆呢 因为她养母年轻的照片 最后我们也看了 爱人也看了 她不是 那么当初中志义 究竟是如何来到这个家庭的呢 这个时候中志义想起来了 她的第一任养父 有个特别要好 知根知底的朋友 她或许了解真相 她说她是在 这个人份的手里 买过来的花一千块钱 所以她这个过程 我还觉得可信度还比较高一点 毕竟年代久远 线索到这也就中断了 可是警方并没有放弃 他们还在寻找中志义被拐案件的相关线索 希望早日能够将犯罪嫌疑人生之以防 而对于中志义和父母来讲呢 他们都不想再把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痛苦的回忆之中了 只想把握现在 共同开启新的生活 认完之后 又拿这些照片了 这些报纸了 我感觉父母非常不容易 现在什么都不舍得让她做 我就说 现在就妈妈做嘛 比如说洗衣服啊 洗碗啊这些 她说她自己做的话 我都不让她做 妈妈我给你弄饭吃啊 我说可以啊 以后叫你做 我说现在我不让你做 太多的遗憾需要弥补 太多的创伤需要抚平 好在时隔三十年 他们终于相聚了 幸福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填满了 这个曾经被痛苦洗礼过的家庭 希望他们未来的一切都好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要提醒那些 还在寻找自己亲人的朋友们 目前呢 公安部已经在全国设立了 三千多个团圆行动免费信息采集点 有需要的人可以去寻求帮助 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亲人早日团圆 五五营养好周到 一路好周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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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